歡迎大家繼續收看頻道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免費訂閱 按讚 分享 留言支持 甚至加入成為我們胡緣 講起AP手錶一定是先講World Oak 可以是很Iconic的手錶 亦可能是 牌子很可悲 整個品牌好像只有一種鶴形 當然AP World Oak Offshore 也是可以 亦都這樣說 十多年前一度是得過 World Oak 現在World Oak的風頭當然也蓋過Offshore Offshore 算是 勉強介乎得與不得之間 但其餘的 AP很遺憾 花了很多時間精力去搞的事 包括以前很多的Julius Olima 一堆長方型的 Arault Paguet那些 Bill 5159等等 還有我其實都很喜歡的千禧系列 鵝蛋也有介紹過 都是一路走來始終不行 來來去都是講World Oak World Oak其實在70年代推出的時候 39mm叫做Jumbo 很明顯知道為什麼 因為太大隻 其實在80年代90年代 人們事實上覺得 39mm 整合式設計的 鏈帶式碗錶是太大隻 其實 眼光或者 潮流 可以說是循環 可以說是不同人看不同的東西 80年代的西裝要很闊 穿衣服要蓄著 鬆泡泡才好看 去到2000年代 2010年代 又弄得很窄 其實 也不只是用年代來分 一兩年都有窄又闊 你看電影就知道 差很遠 Bill也是這樣 曾經在2010年代 就流行過很大隻 現在流行過小隻 其實大部份時間 你看回整個World Oak的歷史 50周年 大部份時間是流行小一點的World Oak 因為流行大的World Oak 只是 十多年發生的事情 而50年內大部份時間都是流行小一點的World Oak 而且現在 現在也會 他的catalog也好 他的網站也好 都出了一些小一點的World Oak 價錢也賣得挺好 Anyway 大小看回自己 究竟是不是真的需要那麼大 或者那麼小 35mm 36mm左右的 4100BA 其實 絕對不小 你當他是一隻 Dayday 再大一點就對了 36mm的Dayday當然說 因為這個底位很闊 很強烈的 而且這條帶很亮 加上 剛強的造型 帶出來就絕對不會 覺得很小隻或者像女生 他的面子也有很多種不同的玩法 包括這隻那麼正的 石面 亦有不同顏色的灰面 黑面 等等 其實當年的工藝 不是特別優秀 在處理Dial 不是說他不靚 靚就靚到爆炸 在這個格子面來說AP也是一絕 問題就是不是這個面子做得漂亮不漂亮 是持久力有多久 很多面都爛了壞了 如果真的保養得很好 沒有入水入塵 入蒸氣 而令到這個面子保存得那麼完整 就不是那麼多 一隻相當聚首的手錶 一隻相當靚仔的手錶 一隻令人相當有疑問的手錶 通常去到這個位 就會問 為何這隻錶 是一隻黃金錶來的 18K用鋼的扣 究竟這隻錶是不是假的 其實扣不是鋼來的 由砍碼大家看到 扣這塊錢其實是威高 為何用威高 因為他想溝一些 PATTIUM 或者其他的 微量金屬下去 令到他溝硬 實淨 耐用 其實18K用鋼的黃金 都可以溝一些 但這樣溝出來 事實上 是會硬一點 既然是這樣 就這樣用 至於真是會認為他是鋼的朋友 可能認識 不是那麼深 不是他會變成這樣 一隻自動 日力的換錶 蛇錶其實 令人會想起一些東西 就是 金錶 其實 和鋼錶的價錢 在這些系列裏面 不是說差很遠 你買一隻 這些錶可能20萬鬆一點 你買一隻鋼的可能 十到尾 十幾 其實不是差很遠 但定價就差一倍 很多人就會賣金錶 如果問我怎樣看的話 我覺得 兩看 第一 你如果 打句問句 覺得值得買的 一定是賣金錶 因為這個金 剩下十萬八萬 其實沒有 可能八萬七萬 都很重 但你記住 他的錶 金錶和鋼錶 亦都差幾萬元 因此他是一隻金錶 有幾萬元金 但事實上他都貴幾萬元 因此就不是說差很遠 當然如果你看定價來說 就是差很遠 你會覺得值得 甚至可以去到你 我舉例如你買一部 Benz S-Class E-Class 早兩代那些 早兩代那些 現在買一部2010年的S-Class 我舉例 不知道多少錢 都很久沒有玩Benz 不過我想 正常Benz S-Class 你當S-500那些 百六萬 一手 10年車可能是剩下20萬 或是十多萬 你當是15萬 但2010年 E-Class E-28 買的時候可能是五、六十萬 現在可能剩下10萬 你就這樣看 一部E-Class 和一部S-Class 二手現在欠五萬元 但事實上 那部車在 一手的時候 是 50萬和8、6萬的分別 貴了三倍 很多朋友自然是在這個世界裏 甚麼意思是覺得這件事很划算 百六萬的東西我十幾萬買到 四十萬的錶我十幾萬買到 20萬買到 同一隻本身以前降標 定價可能是十萬鬆一點 現在要我十幾萬買 他又覺得 不是很划算 因此就買了禁錶 如果你問我 這些錶 如果不是很特別的系列 很特別的款式 又或者如果那隻 降標的面 不是特別吸引 甚麼叫不是特別吸引 包括他不是很漂亮 夜光不是特別優秀 或者整個整體感覺 不是特別正 又或者不是特別少 我是會買一隻禁錶 這種 Integrated basis的禁錶 是聚首很多 和你買一隻金頭的禁錶 金頭加皮帶或者膠帶 感覺自然不同 你整隻金頭戴上手 那種質感 閉上眼 你都知道你自己戴的一隻全金的錶 這件事你玩金的朋友就知道 那種質感 那種貼著你的手的感覺 不是 降標給到你 但是 炒得很貴的 很多時候都是降標 或者 Historical很漂亮的都是降標 你都要知道原因 因為 很多地方對於金是有 管制的 或者金的 賣賣有管制 出入口有管制 你帶著降標就多少錢都好 都好像沒有東西 但你帶著金標有機會去到海關 會 金標就往往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沒有降標那麼好 因為降標很少管制 但是 視乎你怎麼看 沒有對錯 我覺得價錢 對自己喜歡 適合你自己身份status 適合你自己的 工作處境很重要 有些朋友 不是說沒有錢 但是你 經常跟錶有聊天 有些是做譬如某些政府部門的朋友 他不是沒有錢 但他經常對著老闆 未必玩錶或者不太喜歡玩錶的朋友 他有時候 未必敢戴 有些朋友反過來 他不是特別高職位或者什麼 但他必需要買一隻 比較好看的錶 讓人知道他不是一個Rookie 他不是一個未開過單的人 他亦都在某些程度上 成功過 因此 我經常都說 錶是圖騰 看你想怎樣 譬如你中學教書 你帶著全金的錶 會不會有學生會問你說 什麼來的 又或者你是做大老闆的 你帶一隻 G-SHOT CASIO 不是不行的 但是 有些老闆又喜歡給同事一些信心 如果我也是這樣 同事會不會 沒有信心工作 每個公司不同 每個情況不同 因此我很難經常 Terrysir告訴我哪些錶 適合一些 要適合你自己 你是喜歡賣跑車 還是喜歡賣SUV 還是七人車 你家裡原來都已經有六七個人 你可能真的賣七人車 NPV 你買一部 911 坐不了 因此 每個人自己的情況有不同 我自己 我不管 因為在工作範圍 難聽說句我是最大的 沒有人理會我 我 喜歡大什麼就大什麼 至於要見其他投資者 有錢人 老闆 他都不會理我 因此 我比較自由 有時候都是自由 帶標的自由 其實都是一種很開心的事情 有時候也可以反思一下 如果你的工作 或者你的情況 令你連帶標的自由都沒有 有時候 作為一個真的喜歡賣標的人 都很灰灰 有時候要量一下 戴這隻賣標會不會得罪某個老闆 戴這隻賣標會不會怎樣 對一個真的喜歡賣標的人來說 就真的有些傷感 今天和大家說這隻 Altimai Piggy的 一隻非常英俊的全金標 多謝各位